今天来到山山堂了凡私讯 立命法则课的第十二课 这一课我们讨论第十二个立命法则 性善缘 善良的善 缘分的缘 性善缘 善界课我们讲心善感 为什么要从心心善感 那么原了凡是这样 我们从原了凡的那个分析 再追溯到王尔明 再追溯到六祖谈经 最后追溯到佛陀 那么说明了过失都来自于内心 因而呢就是说你要从心灵上下功夫 就好像要去转断一棵有毒的树 就是你一定要直接砍掉它的根 只是剪掉它的枝条和叶子 并不解决问题 而从心性善感 最简单的就是一心培植良善的心念 一心去做善良的事情 每时每刻显现的都是正念 那么你看邪恶的 不正当的这种念头 它就不会来找你 就好像太阳高高挂在天上 那些鬼鬼祟祟的东西就会全部消失 那么这是专注于正念的一个核心 而一心培植那个善良的心念 一心去做善良的事情 首先就是要信善缘 就是你要相信善良 信仰善良 那么袁两凡就引用了易经里的一句话 叫极善之家必有余庆 意思就是说积累善行的家族 一定会有平安顺利的传承 然后他就用了十个故事来证明这句话 那这里有一个点 我觉得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在早期 儒家的语境里面 极善的善不完全是善良的善 他也有什么意思呢 也有指的是人际关系的和谐 那袁两凡很显然 他把善更多的理解成了善良 当然也有和谐的意思 至于他说的十个故事 在古代的中国民间 是广泛流传的 关于善良的一种叙事话语 那第一个故事是 关于杨龙的真主妇和祖妇 就是有一年洪水 冲走了很多房子 淹死了不少人 那么两岸的民众 只顾就是打捞那个河里的财物 只有杨龙的真主妇和 那个他的祖妇一心救人 对于那个水里面漂流的那些财物 一无所取 那后来杨家仁就人丁兴旺 第二故事是来自于杨志成 那他在县里做一个小官的时候 看到县令在严厉的鞭打一位罪犯 就是与心不冷 就劝说那个县令 掌握权力的人失去了正道 老百姓就会离心离德 假如了解了他们的情况 那么就应该怜悯他们 而不是鞠躬自喜 他这句话其实是引用了真点的一个看法 就孔子的一个学生叫真点 就是说老百姓没有人愿意铤而走险 去做犯法的事 所以掌握权力的人 面对老百姓犯法要有悲悯心 更要反思自己的管理是不是出了问题 那么县令听了杨志成的这番话 对于罪犯就变得温和了一些 那么还有一次 杨志成看到新来的罪犯没有饭吃 就拿出自己家里的粮食给他们 总而言之他是一个有悲悯心的一个官员 所以后来他的子孙都在仕途上很顺利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叫谢都市 这个人在那个剿匪的过程里面 他是绝对不滥杀无辜 保全了就是说一万多人的性命 后来他的儿子种了状元 他的孙子就种了炭花 第四个故事是关于那个莆田林家 他家的祖先里面有一个老婆婆 经常就是说做了一些面食 送给那个路过的有需要的人 后来他们家几代富贵 那第五个故事是关于那个冯太守的父亲 年轻的时候看到雪地里有一个冻僵的人 他就把这个人就是扶回家 然后精心救护 使得那个人脱离了生命危险 所以后来他的子孙也就是非常顺利 第六个故事是关于应尚书 就是年轻的时候用自己的钱财 救了一个想要自杀的妇女 后来他就做到上书 但做到上书的时候还是坚持行善 努力勤勉 后来他的子孙科举极地的比比皆是 第七个故事是关于那个两者巡护徐氏 那他的父亲是一个富豪 就是有一年遇到那个 不是有一年是每一年 或者是每当遇到荒年的时候 他都是率先减免那个田猪 平时也会极善行得 就是凡是有意与社会的事情 总是尽力去做 第八个故事是关于那个杜逊 就是做那个刑部主事的时候 他经常去到监狱里睡觉 为什么要睡在监狱里呢 他想详细了解囚犯的情况 凡是发现有受冤枉的人 他一定设法重新审理 还人清白 那后来他三个儿子都在仕途上特别顺利 那第九个故事是关于包平 他曾经经过一个寺庙 看到观世音菩萨的树像 露在那个露天里面风筛雨林 就把自己随身带的钱 还有身上值钱的东西都给了主持 让他把庙好好维修一下 那么他的儿子后来中了净事 第十个故事是关于知力的父亲 就在做那个刑部官员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囚犯是被冤枉的 就为了就为他去平反 但是呢为他平反帮助他的时候 他不成人之威 后来他的子女都中了净事 当时当然知力父亲这个故事 要放在明代这么一个特定的时代去看 不能以我们现在的眼光去评价 那么袁了凡讲的这十个故事呢 做的事都不太相同 但他认为就是说 他们做的东西 做的事情都是可以归于善良 对于这些故事呢 有些人会较真 就是这些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但是在我看来呢 善是一种信仰 其实和真假无关 也就是说善是一种来自于更高的指令和法则 人之所以为人 必须要信奉善良的原则 就是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观点 可以有不同的信仰 你看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生活方式 但是人必须要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善的原则 古代那个西方的哲学家亚历斯多德 他就认为 只有通过实施善行和追求品德美 才能达到人的幸福和全面发展 而在康德看来 人类必须按照普遍性的原则来行事 即就是说行为规则 应该适用于所有人 不论他们的个人利益如何 那按照康德这个逻辑呢 就是人们遵循善良的原则 是因为这是普遍性的要求 这是普遍理性的要求 或者说是普遍的道德理性的要求 而不是出于个人喜好或者私利 就人类之所以把善作为基本原则 也在于共同利益的维护 那么根据社会契约论 个体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和维护社会秩序 必须放弃一部分个人权利和自由 那么环境科学也告诉我们 人类的生存和繁荣 依赖于环境的平衡 和可持续发展 那么为了能够维护人类的生存环境 人们必须尊重大自然 保护生态平衡 这就意味着 人们必须遵循善良的原则 以保护地球和自然资源 从而造福于所有人类 那么《格林童话》里有一个故事 讲三个女孩子先后到林中 为砍柴的那个父亲送饭 但他们三个女孩都迷了路 都遇到一户奇怪的人家 这户人家里面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 然后那个火炉边 躺着三只小动物 一只小母鸡小公鸡 还有花斑那个奶牛 那这个老头和三只小动物呢 对三个女孩表示了同样的欢迎 说了同样的话 但是呢 这三个小女孩因为一念之差 因为有不同的回应 就有了全然不同的命运 那第一个女孩进了房间 她说哎呀我迷了路 能不能在这里过一夜 那花白胡子的老头就问 美丽的小公鸡 美丽的小母鸡 还有你美丽的小花牛 你们可乐意 那三只小动物就回答嘟嘟嘟 老头就说那好吧 你帮我们做一顿饭 那女孩子就去厨房做了饭 然后就端出来 和那个花白胡子的老头一起吃 吃完之后呢 她就问哎呀我很困 睡觉的床铺在哪个地方 就睡觉的地方在哪 三只动物就开了口 你和她一块吃了 你和她一块喝了 你根本没有想到我们 现在你该自己去看过夜的地方 老头呢就让她去楼上的小房间睡 当女孩纯纯的睡去 老头就打开地板上的一道暗门 把她推到了地窖里 那么第二个女孩和第一个女孩遇到的一模一样 就是她们整个过程是一模一样的 第三个女孩子进了房间 发生的事情和前面那两个女孩遇到的都是一样 但是呢 不一样在哪呢 就当做好饭的那一刻 她突然想到那三只小动物还没有吃呢 她说我怎么能先吃呢 还是先给她们吃吧 然后等她们吃完我再吃 于是她就出去拿了麦穗和水给三个小动物 等她们吃饱之后 自己再去和那个花白胡子老头一起吃 吃完以后她就问 现在我可以休息了吗 我可以去哪儿睡觉呢 三只小动物就说呢 嘟嘟嘟 你和我们一块吃 你和我们一块喝 你把我们全都想到 我们助你睡个好觉 然后女孩子就去了楼上的小房间 很快就睡着了 当李明的阳光照进窗口 小女孩睁开眼睛 发现世界完全变了 再也不是小房间 而是宽敞的那个大厅 像皇宫那样复礼堂皇 那个花白胡子的老头也不见了 而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 然后那个年轻人就告诉她 我其实是一个王子 有一个女巫把我变成了老头 把我的三个仆人变成了小母鸡 小公鸡和那个奶牛 一定要等到一位好心肠的女孩子 到我们这里 我们才能得救 那么昨天你的一个善念 你的一个善念救了我们 结局当然是王子娶了女孩子 那么格林童话里面另外一个故事 他讲的是一个恶念 如何毁了一个人 就是有一个裁缝 在树林里因为贪财 起了一个贪念 恶念起了一个恶念 杀了一个犹太人 抢了八个就是赢好子 犹太人临死前说 明亮的太阳会揭露这件事 裁缝就也埋掉了犹太人 继续到处漫游 那么在一座城市里 帮一个师父做工 他师父的女儿就爱上了他 两人结婚 还生了孩子 那么有一天早晨 裁缝喝咖啡的时候 就是阳光照进了那个咖啡杯 反光就印到那个墙上 晃来晃去 画出了一个圈 停留在那个地方 裁缝就忍不住就说 他很想揭露 却不能够 他的妻子听到他自言自语 就问他是怎么回事 他开始说 绝对不能告诉我太太 绝对不能告诉 但是经不住 他妻子的坚持 他讲出了自己的秘密 结果当然你可以想象到 第二天 妻子就悄悄地 告诉了自己的教母 第三天 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件事 然后裁缝就上了法庭 被判了死刑 就是明亮的阳光 终于揭露了这件事 那么这两个童话故事 都揭示了 善念和恶念的性质 就是两个童话故事 揭示了善念和恶念的性质 就是善念就是为别人考虑的念头 恶念就是冒犯别人的念头 在这两个故事里还宣扬了一种理念 就是善的念头 给我们带来好运 而恶的念头一定会带来灾难 那么换一种说法就是 善念让我们的内心平静 而恶念 恶念 恶乱我们的内心 当然也许你会觉得 这只不过是一个童话嘛 只不过是一种幼稚的说教 就像前面袁老凡讲的十个故事 好像是非常简单的说教 但是呢 我想说的是 就是在童话般的幼稚和简单里面 有的最深刻的规律 是不需要讨论的这种规律 这种因果法则规律 那美国那个圣母大学 有一项诚实科学的一个心理学研究 就找了72个成年人 分为那个诚实组和对照组 他就要求那个诚实组的36个人 必须要讲真话 说诚实的话 而对照组的36个人 对他们没有做任何要求 然后每天都要进行策划 以及身体检查 五个星期以后呢 发现诚实组的36个人 身体状况 就是在那个试验前后变化比较大 而对照组的36个人 身体状况前后变化不是很大 但是呢 有些症状还加重了 而在诚实组里面 像那个喉咙痛啊 头痛啊 恶心 这种状况明显减少 那么主持这个项目的那个心理学家 他就说嘛 他说真诚 讲真话 确实能改变人的健康状况 我觉得这已经是现代医学的共识 就是疾病和我们的心理状况有着那种深刻的关系 某种程度上 甚至可以说所有的疾病都是心病 源头在心性的层面 我们的信念 价值观 行为方式都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的健康 以及我们的命运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个小试验 就是你可以认真观察一下 就是你周围的十个人 选十个人 观察一下这十年或者二十年 观察一下就他们的价值观 性格 行为和他们的健康 事业 之间有没有一些关联和规律 所以我觉得是不需要理会别人去做什么 我们只需要反思自己是不是在做对的事情 是不是在做一个善良的人 那么阿底霞尊者 他每天问遇到的人 今天你的心地善良吗 而不是像现在我们有些人 每天在问自己 自己是不是幸福 是幸福还是不幸福 我是觉得问自己幸福还是不幸福 只会越来越远离幸福 但是问自己善良还是不善良 就会越来越接近幸福 那么这是永恒的天地间的一个道理 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不可置疑 那么这节课就讲到这里